人如果有命运 那我要先研究 我就开始从紫围斗数 八字 首相 面相 易经 普卦 因为经常找人算命 跟那个研究的关系 认识我的人 给我一个封号 叫我立半仙 我就给自己定个目标 一年投资一笔的不动产 过了十年之后 我名下如果有十笔的不动产 我在房地产这一方面的事业跟财富 应该是处于不败之地了 结果没有想到 这个目标 我只花了五年的时间 我就达到了 就在我夸口之后的第二年开始 加州经济不景气 房地产受到重挫 我发现竟然连自己手中的不动产 都推不动了 所以我明白了什么叫做不动产 就是你想卖的时候你卖不动 你很惨 如果你有很多的贷款 那你更惨 我就是这个情况 我知道神要改变我的价值观 不久之后 神又很奇妙的带领我回到房地产行业 重新祝福了我手中的工作 可是我的心态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因为我知道不论我拥有多少 这些东西也是短暂的带不走的 而且我也进一步学习到 带不走的我要知足 带得走的我要追求 Zither Harp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